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亲和国少 均输给了日本队 本场比赛 日本队顽强的防守 给中国女排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其小快龄的攻防转换 也令中国女排陷入了对手的节奏当中 没有发挥出身高尚的优势 吴孟杰 王亦凡和周叶彤 庄宇山都没有发挥出前几场的水准 自2008年女排亚洲杯创建以来 本届之前 这项赛事已经举办了六届 中国女排全部闯进了决赛 并且五次战上最高领奖台 唯一的一次决赛失利 是2012年在冠军争夺战中输给了泰国队 今年中国女排派出的是以国亲球员为班底的二队阵容 小组赛阶段 中国女排四战全胜 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八强 进入淘汰赛之后 中国女排又接连战胜了澳大利亚和全主力出战的泰国队 连续第七次闯进亚洲杯决赛 中国女排决赛的对手是亚洲的传统强队 日本女排 不过 与中国女排一样 日本女排派出的也是二队阵容 今年的女排亚洲杯是最后一届 因为下届这项赛事将改制成亚洲挑战者杯 成绩与世界女排联赛的资格挂钩 首发方面 匡旗指导在主攻位置上排出了吴孟杰和庄宇山的组合 两名副攻分别是胡明媛和王文涵 接应周叶童 二船孙海平 自由人许家南 首局比赛 中国女排开局落后 之后开始追分 在吴孟杰的带领下 一度破镜比分 但依然被日本队一波攻势18比11拉开分叉 中国女排局末晚就两个局点 依然23比25丢掉首局 第二局 中国女排开局有一定主动 但日本队很快反超比分 一波攻势后再次18比10拉开比分 中国女排依靠王文涵强发球轮连锥6分 但还是无法阻挡对手 日本队25比21再赢一局 第三局 中国女排进入状态很快 周叶童 吴孟杰连续得分 中国女排10比4领先 之后 庄宇山自接自扣发威 中国女排16比10进入技术暂停 日本队并未放弃 但中国女排还是逼出局点 并且依靠胡明元队现局点 25比19追回一局 第四局 中国女排开局被打了一个0比4 之后开始艰难追分 日本女排没有给出太多机会 中国女排持续落后 最终 中国女排1比3输掉决赛 这场比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真的很拼 进攻防守都做得不错 但是无奈 日本女排的防守真的逆天 两边拉开速度也很快 对方进攻多点开花 多板进攻的节奏很流畅 防守反击的速度也很快 又擅长打手 而中国女排的篮王始终跟不上对手的节奏 同时一传也有间歇性的失误 虽然极力追赶 但无奈实力不济 被击败也在情理之中 今天 上场发挥出色的吴孟杰被重点蓝防 成功率并不高 几条线路都被卡死了 同时一传也出现了问题 庄宇山打得稍微好点 但是面对日本的出色防守也是无能为力 今天反而是周叶彤的2号位进攻打得不错 副公王文涵进攻还是比较给力 但是蓝王一般 作为老队员 胡明元的状态很差 进攻打不死 篮王也篮不住 没有好的篮王 当然遏制不住日本的攻击了 自由人许佳南这场比赛面对日本的快速多变的进攻 也变得平庸起来 一传防守多次不到位 不得不说 在排球理念方面 中国已经落后 日本了 从女排一队 女排二队到国少和国青队 中国已经四输日本 真的应该从上到下开始反思了 客观地说 虽然输了比赛 但中国女排二队的这批年轻队员还是不错的 像庄宇山 吴孟杰 周叶彤等人身体条件好 比赛气质出色 还有拼劲 又很年轻 未来值得培养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